高興邀請到那個黃老師 大社會教學系的老師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碩士生一年級必修課研究方法的課 然後我們在案例都會邀請各個宗教專長的學者 來做該宗教方法論上面的一個論述以及這個研究 所以我們就是針對不同宗教會邀請各個宗教專長 那我們今天這一次的上課就是邀請這個黃老師來 針對宗教研究方法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外 他的專長也是在基督宗教 那做了就是中國研開一件這一代的基督宗教的調查 那我知道我們碩士的同學裡面剛好也有做這種領域 就是中國宗教這個 尤其是家庭教會的這個研究的調查 所以我們很需要這樣的老師來做一個方法論 跟他研究一個經驗的一個分享 那這次我們特別邀請黃老師來 所以希望以後也可以跟他有進一步合作 然後也幫忙我們研究生可以帶著我們研究生一起做研究 好 那我們就熱烈歡迎黃老師 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就交給黃老師 很高興就是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事實上 政大宗教所也是我常常來的一個地方 我從大學的時候就會跑來這邊修課這樣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邊 談有關於這個研究方法的一些問題 那因為我本身的訓練是宗教社會學 那我覺得宗教社會學對某些議題的關注 會很大程度的影響了他們對研究方法的堅持 那所以我今天不只是會談 就是標題上面所說的這三種研究方法 那我其實主要會談一些關於宗教社會學關注的焦點 或者是他的approach的一個轉變 然後如何進一步影響到他的一個研究方法的設計跟重視 那然後最後我可能會以我自己本身的一個研究經驗 我在做研究做個例子來說明舉例 就是這個當中的一個團體 雖然說在很多系統就是我們的課程設計上面 都會特別將研究方法獨立出來 那但是做研究的學者都知道說 研究方法這個東西它事實上不能夠外遇研究議題而獨立存在 所以永遠要提醒自己說 研究方法不過就是手段而已 它絕對不是一個目的 它是一個能夠讓我們更接近更approach這個reality的一個方式而已 那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對於研究方法過度的執著 到最後變得大家在方法論上的爭論 模糊了原本我們關心的一些焦點 那所以這一點我是覺得在一開始想要說先提醒 雖然說今天這個研究題目它是以研究方法作為標題 但是事實上是會跟著你關心的東西走 那所以我今天也希望留更多的時間可以給大家討論 然後讓大家能夠陳述自己的研究關懷 然後你自己對於要如何解決這個你的研究問題 我們希望採取什麼樣研究方法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一個討論 會有更多的互動 我覺得這樣可能對大家的研究 會有更直接的幫助 比起我在這邊講這個有關研究方法的東西 事實上現在在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相關的書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了解民族制的做法 先買那個書來看其實就可以了 但是為什麼這些研究方法的知識如此普及 但是真的把這些方法做得好的人又那麼少 那很多很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在這個研究議題跟研究方法的這個 手段跟目的的連結 或者是他們當中的釐清思考 可能會不夠細緻 大家就真的把研究方法當作好像是萬靈當一樣 比如說現在流行什麼方法 不用什麼方法 好像就一定對 做出來的東西就一定好 但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是我今天這個演講 會談的東西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談這個東西 有一個目的這樣子 不好意思我習慣就是 光語有上網應該知道我習慣 就是我喜歡站著然後他的筆在上面亂吃飯花 然後沒有做PowerPoint 因為現在上大學部的課如果做PowerPoint 他們很容易就是會一直拍照 然後就不聽上課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些比較古典的傳統的方法 然後讓大家更專心這樣 當然研究生都非常專心 尤其是正大宗教的時候 我學生數值很高這樣 那 因為我本身訓練宗教社會學 那宗教社會學 如果你們了解 我相信衛熙也有開中教社會 衛所也有開中教社會學的課 所以應該都知道 事實上中教社會學它從一開始 應該說社會學的開始 它就是以一個西方啟蒙之子的角色之舉 那事實上它就是一個反宗教的情節 在開始的 行鎖它整個問題的意識 跟它的一個研究方法 那更準確地說 事實上應該不是說反宗教 應該說反教權 就是它對於宗教權威 如此籠絡全世界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現況感到非常豐滿 那所以它認為說 應該要有一個轉變 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 不應該再由上帝來告訴我們 或是教會來告訴我們 而是應該由人 我們自己去追尋 自己去找人 所以社會學這個字的起源 來自於 很多人會把它認為 是法國的一個社會學家叫孔德 就這個人發明了社會學這個字 當然他所理解社會學 跟近代我們所講的社會學 不見得那麼的一樣 那但是這個人 他就是把這個旗幟打了出來 那他的一個口號就認為說 事實上人類的眼睛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神學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哲學的階段 然後最後是一個實證的階段 那這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過去在當時的啟蒙 就是思想家認定 就認為說 過去在中世紀所謂的黑暗時代 都是神來告訴我們說應該要怎麼 但是漸漸漸漸人類被引賴之後 他們有能力透過自己理性的思辨 來認識這個世界 可是孔德就覺得說 這樣子還是夠的 因為過去這些哲學家 他都是關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研究室裡面 在思考在認識這個世界 但是他認為說 人事實上有自己的思想上的局限 所以不能夠只是一個人坐在那邊 坐在搖椅上在思考來認識這個世界 所以他認為說要進入實證的階段 實證就是用證據 用實際的evidence去證明說 你所assume的 你去propose出來的一個論點是正確的這樣 那如果去看社會學三大家 你就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趨勢非常清楚 尤其像在馬克斯那邊所說的 馬克斯他事實上 對於一個宗教研究很重要的一個貢獻在於說 他把原本佩爾巴哈 佩爾巴哈所提出來的一個對宗教的一個論點 做了一個社會學識的反轉 那佩爾巴哈這個人 相信大家可能也都讀過他的一些東西 講的比較簡單一點就是他認為說 其實宗教不是過去所說的 是上帝在那邊有一個神聖的文本出來 然後所以人們就覺得哇 他非常的偉大非常powerful 所以要崇拜他 而是應該反過來 宗教事實上是人所設立 是人對於自己沒有辦法滿足的一些需求的一個投射 那所以他逗過這樣子 從神學到哲學的翻轉 有人把它稱作是無神論的人本主義 就是原本對於宗教的想像是一個神本 但現在整個逆轉過來是人本 可是像馬克斯就會認為說這樣子不對 他這個人還是非常大詩而抽象的一個人 但是人有分非常多種 尤其是馬克斯他非常在意說 人至少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統治者 一種是被壓迫者 統治者 他說至少就分成這兩種 而這兩種的區別很大程度上面決定了宗教 以什麼樣的形態被形塑出來 然後他的功能就是依照這樣的方式進行 那這些東西他認為說都要透過實證的方式 來證明說他這樣的一個論斷 而不只是他自己所設想出來的東西 而是在社會上實際發生的時候 所以要進入社會的脈絡去觀察 說到底這個宗教在社會當中是如何被 被運作被操作 那我們實際上才會知道說 宗教研究 這樣才是一個比較所謂科學 或者是比較可靠的一種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樣的一個轉編過程當中 原本社會學家可能是坐在搖椅上面 在構築這個理解宗教 比如說我們看到普典的三大家 托爾幹 魏柏跟馬克思 事實上相對而言 他們雖然宣稱自己已經漸漸進入實證的階段 但是還是都在辦公室或是圖書館裡面 藉由悅二手資料來理解 像你看托爾幹 宗教生活基本形式 基本上他沒有到過澳洲 那他對那些原住民的一些部落的圖騰崇拜 都是透過閱讀而知道的 那這個東西就會很為後世所詬病 就認為說 光是這樣仰賴二手的資料還不夠 你不能叫你的助理 你不能夠叫別人 叫其他的傳教師去田野現場幫你看 那他們所看到的有他們的局限 跟他們本身的一些先見 那他們對於這個學術的一些問題師的裝備 也還沒那麼清楚 所以他們所看到他們所詮釋的東西 你如果直接拿來用 可能你會被誤導 那所以從姚宇商的哲學家 我們就會認為說 事實上你應該要進步到說 更低手的資料能夠收集到的 能夠取得到的東西更重要 所以在社會學裡面 就是有經過這樣一個實證的一個轉向 那很多時候就是 社會學後來會比較傾向用問卷 用 survey的方式去調查 去問出人 他第一手的一個意見 然後可以收集非常大量的資料來 然後 據此去做分析 那這個時候 為什麼會傾向用這種 survey的方式 來做這些研究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對於宗教的想像 社會學家 社會學家對宗教的想像 當時是非常狹隘的 那從三大家開始 一直到之後 1980年代之前 事實上宗教社會學的發展 是呈現一個相對比較停滯的狀態 因為當時對於宗教的想像是非常狹隘的 那像我剛才所一開始所講的 社會學因因為一開始 他自居是西方啟蒙之子 他要建構自己的一個理論的正當性 要告訴大家說 我走全世界的方式是對的 是你們應該相信的 他要在學術領域裡面畫出一塊地來 所以他就一直去攻擊宗教 攻擊這個舊有的知識權威 那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偏 一個位置好了 所以他自己的那個視角 也會產生一個盲點 就是他對宗教的分析 反倒沒有像他所宣稱的 那麼能夠把它脈絡化 那麼把它初進化的去理解 反倒已經先有一個預設 那這個預設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 世俗化理論 那這在三大家當中 還沒有這麼清楚的講出 這個世俗化理論的預設 但是你可以已經看出這樣的一個觀點 比如說像Max Weber講的這個 Disenchantment 他就認為說這個世界 是朝向一個除美化的過程在進行 那包括上帝 包括各種神靈 漸漸被趕出這個世界裡面 那像圖爾幹 他雖然晚起寫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但是他也是認為說 這個宗教形式在逐漸的轉變 變得越來越理性化 那到最後可能 漸漸大家會發現說 那個宗教背落是一個社會 那宗教原本只是 比較磨昧無知的事情 大家拿來讓一般人 比較能夠投入 engage 的一種方式而已 所以馬克思就更清楚 不用多說 所以他們事實上都預設了一個世俗化的理論 那世俗化理論 用非常簡單的一句話來揮納 事實上就是religious decline 比如說宗教它隨著時間的進展 它一定會向下 它的宗教性會向下降 甚至到最後會消失不見這樣 那事實上在1700年的時候 就有思想家做過這樣子的預測 就認為說宗教再過50年 它就會消失不見這樣 那過50年宗教還是存在 非常奇怪 那結果有人就說 再過200年好了 因為科學教育進展這樣緩慢 那可是一直到現在為止 它都一直存在 甚至在很多地方都是 就是revival 或者是到達一個點峰這樣 那可是當時的社會學家 就是這麼的有趣 他們就是認為說 宗教就是這樣子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社會學家他們平常觀察的 或是他們相處的人 大部分都是高等教育的街頭 所以他們看了都覺得說 好像這個世界就是 它所處的人際網絡 大家都對宗教默不關心 或者覺得這是非常愚昧無知的這樣 那這樣子的一個世俗話理論 到了Peter Burke這個人 就是很有名的一個社會學家 他在1956年1957年的時候 出版的那個secret penalty 全聖的尾幕 那就極大成 過去的一些世俗話理論的論點極大成 他又加進了一個新的 當時非常流行的一個 一個團感的元素就是 religious pluralism 宗教多元主義 那這跟他在美國的生長 身處的那個環境很有關係 因為有各式各樣的移民來 然後就遭遇了各式各樣的宗教 那美國又有一種大榮儒的意識形態 就覺得說 這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人們 彼此碰撞 他們必須要協商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因為在民主原則的前提以下 協商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社會運行方式 那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傳統的人 大家在一起 原本比如說我信仰基督教 我相信聖經所告訴我哪一套東西 那但是我今天遇到一個 伊斯蘭教的教徒 或者我遇到一個佛教教徒 他對這個世界如何被建成的預設 跟基督徒完全不一樣 那但是我們又必須要在 比如說同一個班級裡面 我們在這邊討論一個議題 那要久半 那作為一個比如說基督徒 或者是佛教託業 你就覺得你原本相信好像是勞不可過 非常穩固的 非常可信的那一套信仰體系 就受到衝擊 你就會懷疑說 那是不是別人說的也有幾分可信心 那我自己原本相信的 是不是那邊有問題這樣 所以在這種宗教多元主義的情境底下 人們的信仰的堅實性就被摧毀 就被融化 他就認為說這個東西會大大的助長世俗化的情況 人們會漸漸的認為說 宗教好像並不是那麼的絕對正確 那反倒會比較相信像科學 或是其他一些比較客觀的世俗性的真理 那這個就是 1980年代之前 非常多社會學家都還在觀察這樣的 預設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宗教的可信性的下降 所以導致了人們認為說在公共領域裡面 事實上不應該帶入宗教的預設 因為每個人 世事而非 大家說的跟認為的都不一樣 所以宗教不應該干擾 關乎公眾利益的事物 所以宗教就應該要從公眾領域退出 所以就造成了一個 privatization 私人化的一個情況 宗教私人化 就是在現代社會裡面 宗教漸漸被趕到私人的領域 就是在你的內心裡面 或是在你自己的家裡 或是這只是你自己的私人事物 你不要拿到公共議題來跟人家爭論 你會爭不出一個結果 所以像這個Peter Berger的好朋友 德國人Thomas Lukman 他就寫了一本書叫 Invisible Religion 就是叫無形的宗教 他就在講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 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你身處在台灣 或者是你身處在其他 比如說印度 或者是其他的非洲的地方 甚至在美國 你只要跟一般的 這個平民大眾 有更多的相處 你就可以發現 這樣的預設是很可笑的 是非常不實證的 那但是當時的社會學家 一直 一旦遇到挑戰的時候 他會慢慢修正 修正他的說法 但是他還是堅持著 這一道是說法理論的一個框架 那可是 後來就是有太多太多的 特別是世界性的一些 重大的事件 影響了這種 世俗化理論的學者 他們堅持了一些看法 包括像是在1980年的時候 在伊朗發生了這個 伊斯蘭革命 所以是非常重大的一個事件 本來認為說 宗教應該退出公共領域 可是卻在一個 相對比較進步的一個中東國家 他宗教的神圈統治有一個頒布 那像是這個Pantacosteism 在全球的範圍裡面 大幅的成長 就像 Jenkins所寫的那一本 殺一個基督王國 那這個趨勢都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包括在號稱是最文明的 最先進的國家美多 你也可以看到說 宗教勢力的能見度越來越高 在1980年代之後 他會有這個道德多數 福音直右派的一個出現 主宰整個美國政壇 所以總統的去世都逼使著這個 社會學家 重新去思考說 這個是主要理論的回信性 那 當時就出現了非常多 認為說應該需要一個新典範來取代他 那這個新典範後來被提出 就是這個宗教經濟學 宗教經濟學 那當時也是經濟學裡面 理性選擇這個論點 非常普遍盛行的時候 那就出現了這種 經濟學知識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情況 就是理性選擇 大家也認為說可以應用到宗教的領域 甚至你把這樣的東西拿過來用的時候 會發現 很多原本不能夠解釋的宗教現象 就變得可以解釋 所以 這個 在1980年到1990年 非常盛行的 就是 到現在都還是非常的盛行 包括像下禮拜要來這邊做專題演講的 楊風剛教授 就是這個 非常重要 把這個東西應用到中國研究裡面的一個學者 那這一拜學者就認為說 世俗話理論完全是錯誤的 他們甚至宣稱說 Secralization R.I.P. Rest in Peace 就是覺得這個理論是讓人家完全被丟棄 那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子提出 這麼有自信的提出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一批 在美國做研究的學者 他們看到美國的情況 剛好完全是相反的 我們剛才講這個religious pluralism 這個東西在美國是如此的清楚存在 可是 就是這些 經濟學家 中教經濟學家 就認為說 多元主義 反倒會促成 宗教的vipality 就是會讓宗教更加的有活力 而不是促成宗教的vipality 他認為說 原本那個解釋 事實上是 是完全相反 是錯誤 那為什麼宗教多元主義 會促成宗教的 宗教的更有活力 他就用市場 市場的這種觀念來解釋 他認為說 之所以在西歐那個地方 世俗化的這個趨勢這麼明顯 宗教一直在衰弱 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市場被干預 政府透過課稅 透過很多的方式補助宗教 他們的國家 所以導致了這整個 宗教的市場 有某一些人 擁有獨佔利益 所以其他的 沒有辦法跟他競爭底下 這個獨佔利益就越來越大 但他又不需要去做任何改革 其實你只要稍微想一下 自由市場 一些意識形態的說法 大家就可以理解他們這樣的 那在美國剛好是完全相反 政府完全不干涉 所以每一個宗教團體 都像是競爭力 急需要要擴大他們市場 佔有率的這個廠商一樣 就是會彼此去思考 競爭 然後想辦法創新 吸引更多的信徒 所以宗教活力 就因為這樣子被提升起來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對這兩種理論都有蠻多 之前可能或許都有讀過不少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過去在90年代之前 就是宗教社會學的爭論大概就是在這兩個地方 那所以過去的一個研究方法採用 很多時候就是用 survey的方式 來印證說到底哪一邊是正確 哪一邊是錯誤的 那 survey會問什麼樣的問題 當你想要印證是書法理論 或者你想要反駁是書法理論 要說明宗教經濟學是正確的時候 那往往 survey就會問這個 就是宗教參與的問題 宗教參與的問題 然後還有你宗教信仰 你對於這個東西 的東西 你到底相信有多少 那宗教參與最直接的問法 就問你比如說一個禮拜上去教會幾次 那越多次就代表你宗教性越高 那宗教性越高就表示 就是宗教越有活力 然後你有被世俗化這樣 那所以 為了要證明這種很macro的 就是世俗化理論 到底宗教是衰弱 或者是像religious economy 宗教是上升 所以大家都採用這種大規模 survey 然後問一些這種 像這樣的問題 宗教參與的問題 還有就是你有捐錢 捐多少錢給教會 捐越多的代表你對於宗教越投入 然後覺得宗教越重要 宗教越有活力這樣 那believe的問題就會問你說 比如說 如果是基督教唯利的話 就問你說 你相不相信獨立真神啊 那你相不相信神可以幫助你 怎麼樣怎麼樣 就問一些orthodoxy的一些東西 看你是不是能夠福音這個orthodoxy的東西 然後如果能夠福音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宗教的力量越強 越能夠讓信徒相信 追隨他所宣揚的東西 那這個是在九個年代之前 兩大派在爭論的時候 他們常常就是用非常多的量化的資料 在證實他們所宣稱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正確 那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這當中 漸漸大家會看出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矛盾的問題 雖然宣稱說在美國 還是非常的宗教興盛的情況 可是根據 根據今二十年來 他們每過一陣子都會做固定的 就像台灣社會變遷調查這樣的東西 你會發現說 美國的 無神論者越來越多 那最近一次是已經到達先高了 那但是還是不是很多 那宗教參與的那個頻率也漸漸在下降 那對於那個Orthodoxy的Believe 他們那個就是 符印那個東西的程度也在下降 那世俗化理論者就會說 這個就是表示說 世俗化理論在美國漸漸發生了 產生功效了這樣子 那但是不是啊 不見得是這樣子 就是你仍然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很thriving的一些宗教活動在產生 在進行 但是它不見得是在宗教權威 或者是宗教場域內發生 所以漸漸有一派學者就出來講說 不太頓 我們應該有一個新的想法 新的看法來 來重新醒示這個宗教這件事情 在現代社會 它的呈現方式跟它的位置 這是everyday religion 就是日常生活的宗教 或者是有些學者會把它叫做live religion 那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種構想 就是 它不只是在宗教社會史裡面出現 宗教人類的 跟一些宗教歷史研究者 很早 不能說很早 可能在90年代左右 就開始使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那個 Rob Osley的書 那它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美國宗教研究者 Ossley 他也是很早就開始使用像live religion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子取經的學者就認為說 事實上在現代社會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種人的比例越來越高 Not religious but spiritual 就在美國的宗教研究調查 一定都會問這一題 就是希望辨識出這樣子的人群 就是他自己宣稱自己沒有任何的宗教歸屬 No religious affiliation 但是他會有很強的宗教性 他會有很強的 spiritual 的那個傾向出現 覺得他可能平常 大家自己會讀聖經 或是讀一些神聖的經典 跟人家的討論當中 有常常觸及宗教話題 但是他就是不喜歡宗教權威 他不喜歡去教堂 那這種人 在歐洲很明顯的是 就是佔了很大的一群人 那在美國這群人也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包括在台灣 台灣的社會變教也發現說 這樣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這一群人事實上就是過去 過去的兩大的paradigm 沒有辦法處理的一群人 因為如果世俗化理論者就會認為說 這一群人就是非常sacralized的一群人 他們又不來交回 他們又不按照那個原本的 Orthodoxy的那個詳細 那如果按照宗教經濟學家的觀察 這一群人他也不去教會出席 然後也沒有捐錢 他沒有invest他的resources 進去這個宗教 所以事實上 沒有辦法促成這整個宗教的vitology 那所以這一群人事實上也是被 被兩邊同時都是忽視的 那但是這個everyday religion的學者就會認為說 這一群人事實上 他們並不是缺乏宗教性 而是他們的宗教性的彰顯方式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有趣 我們應該要注意這群人 他們是如何去實踐宗教的 所以這樣子取經的人 他通常會關心的就是 Outside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就是在原本的宗教場所當中 發生的事情 這是過去的社會學家很關注的 可是現在我們會認為說 你要跳出這個宗教場所 看看人們在宗教場所以外 到底都做一些什麼事 那事實上他們常常做非常多的事 都是跟宗教相關的這樣 跟信仰相關的事情 然後原本的焦點可能是在 宗教的specialist 就是宗教專家 包括一些神職人員身上 認為說他們就是掌握神聖的 最核心的那個東西 然後他們有那個authority去教導其他的人 可是越來越發現說在 比如說宗教制度的民主化 或者是平等化的趨勢底下 高等教育也越來越普及 一般的民眾 Lay person 他越來越有那個access 可以得到這些神聖的教導 他甚至是對於這種宗教權威是 就是抱著一個很反對的態度 那這一群人他們的神仙性 非常高 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所以這個轉向 很重要的是要去看這些Lay person 他們的數量也大 然後他們往往是宗教創新的一個來源 所以 就有蠻多很有趣的例子 事實上是 沿著這樣子的everyday religion 的趨勢在操作的 那要觀察這一群人 你用過去的survey的方式 是完全不行的 因為用survey的方式 你要如何問出來 這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在實踐他信仰的方式 可能是非常的細微 然後他如何賦予那些細微的動作意義 這過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那他如何去negotiate那個secret 那個方式可能跟原本宗教權威 能夠看到的方式就是不一樣的 你這個很難透過問證的方式問出來 所以 關心這個議題的 有學者他們就是習慣會用 Hentonography 就是用民族誌的方法 或者是訪談 或者是參與觀察的方法 就透過這種方式 他認為說可以捕捉到這些東西 所以像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課堂上所看的一些例子 我覺得可以在這邊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概這個取經的學者做出來 就會是什麼樣子 他們會看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讀了一篇 就是有關於紐約的計程車司機 他的信仰 在紐約的計程車司機 大部分是來自於南亞 就是巴基斯坦 或者是孟加拉 或者是一些中東國家 那很多都是穆斯林 那穆斯林 有非常多的規條 其中有這樣的規條 就是他每天必須要在五個附近的時間 然後從賣家的方向去禱告 然後他禱告的地方是必須要非常乾淨的 那過去他們如果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國家 因為清真寺非常多 所以他們稍微時間就到清真寺去禱告 清真寺當然就是非常乾淨 就是普通的宗教上的所謂清潔的一些概念 可是當你到了紐約 你要考生活 你坐見這次機這樣的工作 大家可能沒有坐見這次機 不過觀察大家也知道說 他時間上是非常緊迫的 而且在美國那個地方 紐約 清真寺也是非常少的 那他要怎麼辦 大部分的人 事實上他並沒有放棄 如果按照世俗法理論 你會認為說到這種宗教多一點的地方 他可能就覺得這個東西太死半了 怎麼樣 放棄 可是沒有 這些人還是非常堅持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們就試圖在他們的 everyday life裡面 去negotiate 這個有關於神聖的戒條 所以他們很多人 可能會 比如說到的時間之後 他就在人行道上停下來 然後他就在 帶了一張那個carpet 然後就鋪在人行道上 會在那邊祷告這樣 那 這個 有一些人就覺得說 這樣子不太對 因為站在人行道上 你很容易分心 人員往後會有車 那這個並不符合 就是 你在祷告的場所 要非常的清淨 要非常的清潔 包括你心裡的藥 所以後來很多人 他就找到什麼樣的地方 他找到ethnic restaurant 就是這些南亞人 他們所開的主義餐廳 裡面就賣一些南亞的食物 那這些南亞的主義餐廳的老闆 他本身也是武士林 他非常願意提供給一個地方 比如說一個樓梯間 或者一個隔開的房間 讓這一些既然真的 可以進去祷告 那在祷告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double parking 就是違規啊 或怎麼樣 那些警察也知道說 你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所以你違法 所以警察也願意往他一面 美國人對於一個 非常religious的人 是會非常尊敬的 所以就會往他一面這樣 那非常有趣的是說 這個主義餐廳 就變成是一個 類似semi-religious occasion religious sign 這樣子的一個 這一些人 常常在那邊聚集 那有時候大家很久了 久了就認識 甚至會討論 從他們對於 可蘭生裡面的一些 教義的看法 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阿拉如何指引他們 所以這個地方 反倒變成是一個 清真寺以外 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 宗教具體場所 可是它並不是 傳統意義上的 宗教場所 那實踐這個 宗教的方式 也跟過去 他們在傳統的 清真寺裡面的方式 很不一樣 你可以發現在 清真寺裡面 可能它的 hierarchy 會非常清楚 可是在這個 族裔餐廳裡面 大家的對待方式 是用分享的 相對就比較平等 然後跟商業 做一個結合 所以 這個就是 一個 everyday religion的 approach 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趨勢 那我也可以舉我自己 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一個 研究當例子 就是 我自己 研究的主義是當代的中國 靈根基督教 那靈根基督教過去就是 非常強調這種 spiritual practice 包括 醫病趕鬼 或者是 預言 或者是 很多就是有關於 Holy Spirit 導致的一些 一些做法 這樣 那現在可以發現說 在沿海地帶 很多時候 大家越來越理性化 那大家 這方面的做法 這些 spiritual practice 越來越 有一些固定的一些 方式去操作 那這個方式可能要 符印 比如說 科學知識 或者是 共產黨 對於這個 宗教的一些想像 等等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整個沿海地區的靈根基督教 有一個不一樣的轉變 那裡面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趨勢 就是它越來越重視聖經的閱讀 跟聖經的分享 那有很多的那種 比如說 Bible study 然後大家就認為說 過去可能 你要宣稱你 非常地虔誠 或是有上帝與你同在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體驗 很多的神奇奇事跟著你 可是現在是你能夠 按照聖經的東西 分享出來 跟你的生活經歷做結合 這樣子的人還確認你是非常religious 那我就發現說 在這樣的轉變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一群religious carrier 就是回國的概念所講的 就是 如何去 就是把宗教做一個 不同的轉變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行動者 這群行動者 我認為就是 當代的基督徒大學生 那因為有一個背景就是 在90年代之後 中國大幅度的設立大專院校 所以高教生 就是大幅的增加 那在原本 很多都是老人 或是富人 或者是生病的人 的那種靈恩基督教裡面 也出現了很多不一樣的 高知識分子 然後他有很好的教育 然後做的工作也是比較專業化的東西 那這群人他們 因為同時在教育的制度裡面 經營了非常地久 那他們 把他們在教育領域裡面 學到的一些model 一些接近知識的方式 他們就把它帶到教會當中 那透過這個帶的過程 然後包括教會裡面的人 一些對文明的想像 我認為說從教育裡面 帶出來的東西 借用過來的東西 拿來重新 讓我們去reconstruct那個神聖 神聖心 覺得說這個東西是好的 所以願意接受 那這個就讓整個在城市的基督教 有一個revival的一個情況 大家開始學習一種新的 approach to the sacred的一種方式 那這種方式就包括說 他很多時候會指定要閱讀 聖經裡面的某一段 然後加非常仔細的close reading 然後他甚至會發考試卷 要去填寫說 確定每個人都memorize裡面的一些細節 然後讀完之後甚至他出作業 就跟在學校一樣 出作業 然後這個作業可能是團體作業 你們必至要討論之後 然後給出一個答案 寫完一個作業這樣子 所以你去觀察那個在 就是沿海的城市基督教裡面 他們的操作方式 就跟他們原本在農村裡面 非常非常不一樣 那我認為說其實就是這一群 這一群基督教大學生 甚至畢業了以後 他們因為在教育領域 教育制度裡面 他們所習得的某一些 算是辦事 或者是他們覺得可以掌握真理的一些方式 這些practice的方式把它帶到教會當中 那這個也是everyday religion的scholar 會很在意的一件事 就是會指出說 事實上每一個actor 每一個信徒 他不只是一個宗教徒 他同時還兼具了非常多的社會身分 就是現代人 他同時都是在不同的社會的次領域 不同的制度裡面在生活 在穿梭著 在他穿梭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從A制度裡面 帶進了一些東西到B制度裡面 那這個帶的過程 有可能會讓整個institution變得重新的被創造 那這個重新的創造過程 個體的信仰也有可能會這樣子 而得到一種 他會覺得好像reverse的那種經驗 那這個大概就是 宗教社會學 他現在一個比較 蠻多人 這個是比較在意文化這個情形 這個approach的人 他們會去做的方式 那你要了解這些東西 事實上就是會採用像民族誌 或者是參與館長 或是深度地談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我想這邊就可以再進一步的講一下 就是這三種方法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 跟他們的特色 那像民族誌這種方法很清楚的就是 他一開始是源自於人類學 人類學 那一般大家會認為說是馬里諾斯基 他是 他當時的一個田野方法 火炬實驗性 然後他最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被後世的人 就尊崩為類似於一個典範 有些人認為說這個entronography的方法 甚至可以define整個人類學 人類學就是民族之名 就是人類學 可是說這樣的一個方法 也被很多其他的學科所借用 那這個方法他基本上的做法 也不能說很簡單 應該說很複雜 那但是真的複雜應該在操作上 他用嘴巴在這邊講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 他通常會到一個地方去待一年的時間 到一個地方待一年的時間 他就認為說這個時間的長短 對於研究是否成功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為一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研究者 第一可以整個人 進行在特定的文化裡面 那透過時間的累積 你也可以熟悉這整個文化 他裡面的特色 跟裡面的一些一點 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做法形式 那假使你只是在旁邊看看啊 或者是隨便找個人講講話啊 這是沒有辦法捕捉到這個東西的 那採用這樣的一個做法 之所以要花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在一個地方蹲點蹲那麼久 很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在知識上的一個預設 就是他們認為說 文化這個東西是人類群體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他決定了很多東西 那這個東西通常往往是非常深層的 他不見得可以那麼容易的被捕捉到 而且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他是Holistic的 他是一個整體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會牽扯到譬如說政治經濟 或者是社會生活等等 都會受到這個全官式的文化的一個影響 他會體現在這一些層面 所以各個不同的層面你都要去觀察 然後都要去了解 都要去實際的進到那裡面 久而久之你突然間有一天可能會發現說 這個文化邏輯是這樣子 他同時在不同的 你說社會的場景裡面 或者是說在不同的環境當中 你都會看到他的體現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透過民族誌的書寫 描繪出這整個 某一個部落也好 某一群人也好 他們的文化特色這樣 那很重要的是你必須要學會當地人所講的語言 因為你如果不懂他們講的語言 一方面這個語言本身也是文化很重要的一種提現方式 另一方面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跟人相處 那你進到那個地方 怎麼就有點像是一個外來的客人 你根本沒有進去變成當地人 那所以你也無法理解他們的一個文化 所以在這種方法他會非常強調就是你要變成當地人 你要變成當地人 那當然後來這個人類學也有很多的繁星 他就認為說這樣就是becoming native 這樣的東西是不是一個迷思 只是我們自我欺騙的一種說法而已 我們終究還是outside的 那有些這個辯論 可是基本上就是民族誌的一個取向 就是希望能夠讓人就有盡可能 能夠越native越好 能夠越了解說他內部的運作越好 這樣 所以像這樣的方法比較適合用在什麼樣的例子上面 如果按照研究意識的區分來說 如果你是研究什麼你比較適合用這樣的方法 比如說你要了解台灣族 台灣族的宗教信仰 這樣或許你就適合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對到那個地方去增添一段時間 那如果你要比如說研究紐約的 紐約的南亞繼承的時期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嗎 我估計是不能的 為什麼不能呢 因為這樣的方法通常預設一個community的存在 那這個community通常是一個界線相對清楚的 然後community裡面的members 彼此會在他的everyday life裡面去互動 那你就可以進入那個社群裡面 然後住很長一段時間了解他們這個互動背後的文化 可能在現代的社會當中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那種community的界線是很模糊的 他甚至是torus 就是他常常是有很多動 人們是進進出出 然後大家都沒有意識到說自己是這個社群裡面的成員 或者是成員之間彼此互動的頻率也非常的低 甚至彼此沒有見過面 所以你用民族制的方法就會變得非常的可疑 比如說如果有人想要瞭解台灣的什麼東西 那他就宣稱說他來台灣做一個encenography 那就會變得非常的 所以台灣本身作為一個community 這個東西就是值得討論的一個 一個 questionable assumption 那有人說就是用Anderson的講法 他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之類的 那他想像的共同體裡面的成員 他彼此是用想像出來的 他彼此之間是沒有互動的 他們對於他們shared culture是什麼 事實上那個成分也是非常多樣的 所以你要假設說有一個holistic的culture 這個假設的能夠成立的難度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要研究一些比較封閉式的社群 然後社群的成員有很長很頻繁的互動 然後彼此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文化 如果他共享的文化理念的話 或許用民族制的方法就會比較可行 那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就要採取其他的 那但問題是說就是民族制這個方法 離開了人類學之後 被很多其他的學科所使用 有些時候大家就不會那麼局限在他原本 這麼嚴格的定義裡面 就比如說你要在一個地方待一年的時間 或你要學會當地的語言 然後你要被當地人接受事 種種這一些東西 很多時候現在在社會科學界 我們講民族制的方法 其實不會有這麼嚴格的一個限定 比較多的時候我們指的意思是說 你很認真的去融入一個群體 他可能不見得是一個community 但他可以是一個group 那這個group的界線可能沒有那麼的清楚 他的成員可能不像是原本那些 像是在部落裡面的那些成員 一起之間的那個認同感那麼強等等 那但是你就是盡量去接近他們的生活 貼近他們的生活 然後成為他們的意願 做他們在做的事情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取得 實際在做宗教的人 在live religion這些人 他們是如何理解宗教 他們是如何看宗教 那 像在社會學裡面 我們說指稱的民族制的研究方法 也會比較介入這個 那當我們用比較鬆散的方式 在理解這個民族制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會跟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變得是可以互通或複用 就是別人不要講這種參與觀察 就是 This is pen observation 那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事實上是源自於社會學 那早期的社會學在美國 他有一個很強的支派叫做 芝加哥學派 那芝加哥學派的一些學者 他們當時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 怎麼講 漸漸操作出了這樣的一個方法 覺得說這個東西 很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社會的實相 芝加哥那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去過的話 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 有去過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一個特別的一個場域 它是位在黑人的平民窟 黑人平民窟的中間的一個學校 所以很多 如果你去芝加哥大學的話 可能會被他們的學生 或是校方 道解說 平常沒事的時候 特別是在天黑之後 就不要走出去 因為外面 是這個犯罪率非常高的一個地方 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 所以你盡量就是 躲在那個大學的campus裡面就好 那但是當時這個1950年代時候 就是因為身處這樣的環境 然後認為說 這樣子的一種 對於外面這個平民窟的一個想像 事實上是 侷限了我們 對於探究真理的一個渴望 所以他們就努力的要踏出去 努力的要走出去 那走出去之後 他們想要了解說 在平民窟裡面的人們 是怎麼生活的 那雖然說我們都是 在大學裡面教書 中產階級上 然後生活過得很好 但是我們盡可能想要理解 這一些中下階級的人 低層的人 包括幫派分子 包括這些修車將 包括各式各樣工作的人 他們是如何活下去的 那所以我們想要了解他們 那可是了解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觀察者 跟被觀察者之間的那個gap 如此的大 你真的有可能會理解嗎 那所以這些人就 設計出了這樣的一種研究 有辦法就是 好 那我就實際做做看 他們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我能夠做一段時間 做得久的話 我或許就可以體會說 他們在生活上 真的會遇到的一些美女剛剛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 所以這一群社會學家 他們當時關注的一個焦點 就是職業 職業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關心的焦點 所以有一些人後來就跑去當 比如說是那個 火球啊 有些人就後來去當 比如說當醫生啊 或者是當各式各樣的工作 所以這個 在職業社會學這個 字領域裡面 這個方法被使用的特別的多 那你就可以看出說 這個方法相對於民族制來說 它的彈性就比較大 因為它沒有那麼強的一個預設 就是認為說好像有一個 Polistic culture在主宰著 這一切人們生活的事物的展現 那因為沒有這麼強的預設 它也沒有預設說 這個community必須要非常的緊密 它也沒有這樣的預設 所以反倒是這種參與式的觀察 比較能夠應用在現代的社會當中 在現代社會這種流動性 這麼頻繁的情況底下 參與觀察反倒比較能夠去應用 所以剛才其實應該還要再談一點 就是說在這個民族制的方法 這個預設 在這個1950年之後 特別是近期 這種所謂全球化的趨勢 越來越頻繁的情況底下 是備受挑戰的 因為事實上現在全世界各地 已經很少有那種非常封閉的community的存在 全球化透過包括科技 包括交通運輸的迅速發展 把人、把概念、把商品 非常快速地在這個世界範圍裡面流通 那所以任何一個社群 它事實上無可避免的 就一定會接受到非常外來的東西 那所以比如說過去學者可能會想像 比如說在西藏 西藏的藏族人 他們相對在一個高原裡面 然後是非常封閉的 他們形成的非常特殊有趣的一個文化 就是我們去了解 可是到實地去 你才會發現說 他們當地也有電視 他們的言談當中也出現非常多 我們會談到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是你原本的那種假設 你對文化的想像 你對社群的想像 都要再重新的修正 那相對而言 你在方法上面也要做調整 你不能夠只是待在 你原本想像的那個社群裡面 因為社群也在流動 社群裡面它接觸的概念也是流動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是要跟著它一起流動 去看它如何在不同的場域裡面穿梭 你才能夠理解它的真正的生活處境 所以比較新式的一種民族制的做法 通常它不會那麼強調定點 因為它知道說現代人也不會定點 生活在一個地方一輩子 就跟過去發展出這個定點民族制的人 他們以為人們生活的那種方式 現在已經很不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人類學家 很多人學家他們會做多點式的民族制 在不同的點去看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樣會想像什麼問題 當你從一點變更多點的時候 觀察變得更多一點 對 就是變得更多一點很複雜 然後你要怎麼去挑選那個多點 多點 你要挑兩點 還是要挑三點 還是越多越好你挑個十點 那當你挑到十點的時候 民族制還是民族制嗎 因為民族制要原本所強調的 就是你在一個地方能夠進去 那個原本你假設跟你不一樣的文化 那當你有十點 然後你又只有一年的時間可以操作 那你每一點是不是就只能夠待一個月 那你待一個月跟參與觀察一個月 到底有什麼差別 這又會受到很多的質疑 就是你的深度跟廣度 往往是不能夠兼具的 在你資源跟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很多人會去討論 到底你要怎麼做民族制 然後做出來的還是民族制嗎 那像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 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它的預設沒有那麼強 所以操作上面惹出的爭議 也不會有這麼大 那之所以它會叫參與觀察 相對而言就是有一種不參與的觀察 就是過去的社會學者在做的時候 他常常是不參與的觀察 就是比如說你去廟宇 你要了解那個儀式 我就站在旁邊看 我就看那個比如說雞同喜劑啊 或是怎麼樣 他怎麼去回答人家的問題 然後我就把它寫下來這樣 那這跟你實際去當雞同 然後你感受到的 你記錄下來的田野筆幾乎有什麼不一樣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研究 所以我不確定 但是我相信應該會很不一樣 因為你會有一些 embodied experience 那這個東西是在 1980年代之後 大家越來越重視的 就是很多時候知識 並不是可以演說的文本而已 它更是一種embodied的 一種體驗 那那個東西是更加的深刻的 那譬如說像在靈人基督教裡面 很多時候外界來看會覺得 為什麼不念聖經就好 為什麼要在那邊像基統一樣這樣弄 但是當你如果你真的作為一個參與者 你進到那個氛圍 那個聚會的形式裡面 你真的去參與 你不要有先入為主的一個偏見 認為說那個就是不符合聖經 那個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真的進去了那個氛圍 然後參與了那個集體觀察之後 你就知道 你就會比較了解說為什麼信徒 會對於這個東西這麼喜愛 然後這個東西如何跟你的生命去做連結 那這個是 往往是一個 如果你只是站在旁邊去觀察 不參與觀察的情況下 你沒有辦法得知的 所以像台灣很多以前的社會學者 比如像徐愛元老師 他所做的前夜 往往就是不參與觀察 那他寫出來的東西 會是某一定特定的特色 那跟一個 比如說他真的是作為教徒去參與 寫出來的東西就會有不一樣的情況 那事實上也沒有說哪一個一定特別好 那只是說你觀察者的位置不一樣 你能夠觀察到 能夠體會到的東西 往往是非常不同的 那我覺得是各有優劣 那只是因為過去很多時候我們習慣不參與觀察 我特別是有這種世俗化理論預設的人 他會覺得 他自己是一個高知識分子 他覺得 我不想要參與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是理解這群人就好了 他們有一群很特別的吃文化 我要理解他們這樣 對 那 這個就是 所謂參與觀察 他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其實也是呼應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跟Segalization 他這個典範的 被擊破 然後 後來有更多人認為說 很多東西是過去這些典範沒有辦法捕捉到的 原因有很大的關係 對 好 所以我們剛才也提到一點 就是 在我們做研究方法的時候 會在意 會非常強調一點 就是觀察者的位置 觀察者位置事實上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像我自己 我自己 自己去中國 中國大陸做這個 教會的研究的時候 我會很清楚的 在我的論文裡面交代我的 我的位置是什麼 就是我如何進入到這個田野裡面 這個對於一個社會學家 在評估 在論文裡面所看到報道的資料 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讓你的讀者知道說你的眼睛 或是你如何是被 這一群被研究者接受的 這在中國大陸的例子裡面特別明顯 因為有很多的 比如像 他進去他的田野 他是如何進去的 一方面是因為他是白人 所以他特別閒眼 他很難說自己偷偷的 跑到鄉下裡面去做 農村天主教的一個研究 所以他必須要 跟當地的學者合作 那當地的學者 必須要跟當地的 比如說統戰部的官員 報備 就是說有一個國外的學者 要來做宗教研究 因為這非常敏感 他如果無報備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他是透過政府 的過程 然後大學的教授 當地大學教 帶著他 到天津附近的農村 去做這樣的研究 那你要想說那些人 看到他的時候 是如何 perceive這個研究者 首先他是一個白人 他是一個外國人 再來他是被一個 類似是政府權威認可的人 帶來的 然後他問我們一些 有關於我們日常生活的問題 而宗教又是如此的敏感 所以在這層層的 的這種框架底下 你看到他書裡面所報導的內容 你就要知道說 這是在這樣的一個框架底下 他問出來的東西 但是假使今天 你是用另外一個方式進去呢 比如說像我 我是透過台灣的教會介紹 介紹到中國那邊的 有點類似是 地下教會這樣子的組織 過去 然後當地的弟兄姐妹看到我 他們認為說 我也是一個基督徒 我是台灣來的基督徒 然後我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會邀請我講道 然後把我當作是religious insider 就是宗教的局內人 所以他有一些宗教知識 他認為說 可以跟我直接講 比如說像一些 疑病趕鬼這些事情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 政府介紹來的人 他一定不會跟我講這個 因為這個是政府所禁止 或者是不習慣的 認為說這個是封建民心 在基督教裡面 應該要被殘除 應該要被消除 但是今天我做一個religious insider 這個是我所研究那個 教派的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所以反倒那個中國大陸的信 就會跟我講這個東西 他要跟我證明 要跟一個從海外來的弟兄 證明說 我仍然是非常堅守 就這一個靈恩的傳統 所以他就會很強調這個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 研究者的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做參與官談也好 或者是民族誌 或是深入訪談也好 你要非常清楚的交代說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身分 進去這個田野 我前兩禮拜曾經評論一篇論文 那篇論文是講有關於西藏的 原王藏人他們的一個朝聖旅程 那個作者在第一段的地方 他就介紹了說 原王藏人到了達埃喇媽 他在印度的那個 這一個 對那個地方 他進去裡面 然後見到達埃喇媽 然後他獎金 然後很多人 在聽達埃喇媽講經的過程當中 都哭泣了 然後他 後面就繼續緊接著講他自己 本身身在田野的時候 他也是進去那邊 然後他也聽到達埃喇媽 一開始 開始念的第一聲 他眼淚就掉下來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從來也不是一個佛教徒 我對佛經也都 一點都不了解 但是在那種情況下 我就流出眼淚了 那當時我就非常好奇 因為他就直接寫這個經驗 但他沒有去明顯講出說 他到底在研究當中的位置是什麼 他是如何進到那個田野場域的 他是作為一個遊客嗎 因為他畢竟對那些普天什麼都不了解 所以讓人家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單純就是一個遊客 或者他是一個局外人的研究者 進到那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他為什麼跟那一些 religious insider同樣會流出眼淚 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有趣 那他就應該進一步去探討說 他們之間雖然有某些社會上的差異 但是究竟是什麼 他們共有的元素導致了 他們都聽到這個場域裡面 打擾他 說那些東西的時候會流眼淚 但他就沒有交代研究方法這些東西 他也有可能是跟著 這些流亡藏人的信徒一起去 他有可能是收到那些流亡藏人 跟他們平時交談的時候 得知了一些事情之後 他把那個東西做連結然後流眼淚 所以就是非常多可能的不同的複雜性在當中 必須要去辨識出那個研究者的角色位置 你才會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我想在人類學裡面聊 在社會學裡面 通常我們會特別挪出一張來交代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是做田野的話 你在田野裡面如何被認識 如何被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我也會講說 我在做田野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一個 我會如何告訴我的身分 我會很清楚就是寫出來 首先我是在美國讀大學讀PhD 要寫博士論文的 所以他們可視乎就是一個高知識分子 然後認為說 我在美國 我有海外連結 雖然很多時候 跟我講述的一些宗教經驗 是他們認為說 值得拿去 在美國用英文發表 讓全世界知道說 這個教派 現在在中國 進行的情況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們會刻意的 出現某些方面 而掩蓋另外一些方面 好 所以當研究者的位置 被很清楚地標示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意識到說 你所觀察到的東西 它不見得是一個reality 它不見得是一個reality 它有可能是一個meta reality 這個meta reality 它是被social constructed 它通常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一個事實 就是它是一個自己的事實 可能背後有一個真實的 客觀的事實在那邊 可是今天因為你這個人 你這個研究者的一個介入 你進到裡面 整個場域的reality 你能夠看到的 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在研究書寫當中 標示出你的介入身份是什麼 你是如何被當地人認識的 我們才有辦法去評估 你這個meta reality 跟reality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是 社會科學的民族誌 或者是參與觀察 會非常在意的一件事 那這個也進一步會影響到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這個東西的一個進行 深度訪談事實上很早以前 就是說宗教研究或是各式各樣研究的人 大家都會使用 就是一開始可能就是非常隨意的談 找一些重要的人去談 所以深度訪談你找誰談 就是非常 就是已經是一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 也會因為你的研究議題有所不同 那過去很多人會習慣找宗教的代表人 那往往就是比如說一個教會的領袖 神職人員等等也好 那可是這個東西能夠帶你了解宗教的全貌嗎 不見得 所以漸漸的大家會喜歡找平信徒 或是平信徒的領袖去談 那談 一般會稱之為interview或訪談的 通常是預設的說你這個研究者 你這個訪問者本身有一套的問題 你有一套你想要了解的東西是非常明確的 你有一個目的取向來進行這個對談 要不然我們不會是稱呼為interview 只會稱呼為類似現在日常生活互動當中 我們閒聊 那閒聊能夠得到的東西 會比較被歸類在像是參與觀察 或者是民主制的研究裡面的 裡面的某一個部分 因為他目的性並不強 比較像是你本身融入了那個教會也好 或是那個宗教團體也好 來變成其中一份子 然後很自在的跟不同的信徒去做互動 然後得到聽到的一些東西 那跟你深度訪談 或是訪談是非常不一樣的 一般訪談會認為說是在一個非自然的空間裡面 所進行的一個conversation 所謂非自然的空間就是 你不是在教會聚會結束之後 他轉頭 然後你就跟他開始聊 通常是你會跟他講說 我現在可不可以開始跟你訪談 然後帶到一個別人不會干擾的地方 然後開始問他一些你想問的 你想了解的問題 所以深度訪談你可以看出 他就是一個很清楚的 標示了一種非自然的一個情境 就是特別是為了一個 我特別研究目的所 structure出來的一個setting 那這個你就要 之所以要把這個東西講得這麼清楚 就是研究者要知道說 你問到的東西不是 有的時候並不只是你問到的東西而已 他往往有可能是經過某些過濾 就是當這一個被訪談的人 他進入到一個不自然的情境裡面 他覺得他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他所說出來的東西 他往往只是一個narrative 可能只是一個敘事 特定的敘事 而不見得是反映了那個reality 那這個在宗教場域尤其明顯 如果大家做過一些 就是這方面的研究 你會發現說 就是當你特別要問一些 這個宗教信仰者的時候 他所告訴你的東西 有的時候會變得非常的流利 會變得非常的流利 而有組織心 很structure 那這就是代表說 他經常講這個東西 他經常跟別人講 這個尤其在做基督教研究的時候 特別明顯 他經常在講 他從幾歲的時候遇到什麼事 然後他情況變得怎麼樣 然後到幾歲的時候 又有一個什麼樣的轉變 他開始怎麼樣怎麼樣 就非常的清楚 非常具有結構性 跟repetition 就是那個重複性非常明顯 那這代表什麼 這一般我們會把它稱呼為 叫做 conversion narrative 就是所謂改宗的續性 因為這是在基督教會當中非常強調 尤其是著重於這種 reverse 就是你必須要porn again porn again porn again christian 這樣子的教派裡面特別明顯 他會在講道當中 或是在各式的活動當中 去訓練 去要求 去暗示信徒說 你必須做一個合格的 或者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改宗叙事 來描述你的生活經歷 透過這樣的經歷 你也可以去傳福音 隨時告訴你周遭的親人也好 女朋友也好 所以它是有一個工具性 那同時也可以跟外人證明說 你這個基督徒的身分是非常真的 你不只是因為父母性 所以你跟著心 你不只是因為同學拉你去 你就跟著去 而是你有很清楚的 個人生命經歷的轉變 那這個就變成是一個narrative 那這不見得是他真的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而是經過有某些目的底下 他去articulate 把它串起來 變成是一套就是功能性非常明確 然後結構非常清楚 然後裡面的主題也是非常清楚 然後是跟宗教權威所喜歡的東西是很一致的東西 那所以如果你是要研究宗教權威如何教導他的members 如何去理解這個信仰 你把這個東西拿來當作素材是非常合一的 那但是如果你要做everyday religion 你去仰賴這種深度放談 就會變得非常的危險 人家就會去質疑說 你是不是把人家說的東西take for granted 你就把它當作是真的 他就是這樣子做 沒有把它當作一個narrative 那這個事實上在中教社會學傳統裡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已經發現說 做很多基督教研究的人 你會跟信主放談的時候 他會說出一套就是很形式化的一個東西 可是當你真的做astronography 或者是參與觀察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很多東西跟他在那套改宗敘事裡面所講的東西是不同的 然後裡面很多的事件是有多異性的 就是他可以多重詮釋 他是依照不同的情境 social setting 他會做不同的詮釋 那但是當你用深度放談 你進入那個非自然的場景去跟他問這件事的時候 他很自然就會把他的mindset轉換成是 我現在要傳教 他現在要問我說我是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 這個人他來做研究是牧師派他來的或怎麼樣 所以他就很自然而然就會轉換到那一套改宗敘事 是告訴你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不見得說是沒有客觀性 不見得說是全然是被建構出來是虛構的 是這樣子 可是必須要認識到說它是一個narrative 它是一個文本 你本身要去透過了解這個 它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過程 你才能夠真的去理解這個文本本身跟reality 這距離到底有多遠這樣 所以這個是深度放談 那深度放談裡面有時候大家也會區分就是 你是半結構式的深度放談 或是結構式的深度放談 那這個就取決於你那個放談的問題 你本身是不是已經把它結構化 很清楚的列出說要訪談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就是 在做宗教研究的時候 往往會使用的是半結構式的訪談 那我會覺得這樣子事實上是比較好的這樣 因為結構式的訪談有時候會太 把研究者的一些你在意的事情 就是強加到被訪問者身上 你一定要他回答這些問題 然後比如說你問完第一題 你如果常做訪談你會發現說 有時候訪談者他並不見得會 一直跟著你要問的那個東西下去 他有時候講到什麼 他會繼續講他想講的 那個東西往往是做民族之類的很喜歡的 因為這個時候進入他日常生活對話的一個節奏 他其實是在比如說在跟他朋友跟他鄰居 在講一件日常生活的事情 那個很自然的不被打斷的 然後他就一直講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會很喜歡的 所以會讓他一直講 那如果你一直要緊跟著那個你的問卷 去問那些問題的話 你會打斷他這種很自然的阪述 那對於一個做民族之類的人 會覺得這樣很不好 所以往往我自己在做 就是會採用半結構式的方式 當他進入了某一種 這應該叫送嗎還是什麼 就是他喜歡講話的一個模式的時候 你就讓他一直講 那可能那個蒐集到的東西 比起你硬生生的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問 得到的東西還更有參考的價值 對 那像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時候是這三種 以上這三種方法我通常都會採雜的使用 因為這三種方法各自有效的局限 如果你從剛才我所講的一些內容 你就知道說他們有某一些局限 有一些是非常不自然的方式 但是你可以很快有效率的取得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他有可能是經過一些操弄 或者是Social Constructed的痕跡 比如說深度放開的事情 那但是有一些 他是需要時間比較長的時間 那觀察到的往往就只是行動 但是你沒有辦法觀察到意義 所以你要知道意義 往往就必須要用方坦的方式去問 所以在做民族制的人 通常也會搭配著方坦 那所以這個就涉及了 在研究方法上的使用 有時候我們在8.0那之後 特別大家會這樣強調就是 用三角定位式的調查方法 就是你不要只使用一種 最好是可以使用兩種甚至三種 那這個好處是說你可以避免 只使用一種研究方法時候的 那個缺憾跟風險 那它確實是可以互補的 它確實是可以互補的 它會讓你的研究資料更加的功夫 然後更加的立體 所以除了訪談之外 除了參與觀察之外 通常還會加上文獻的收集 你可以透過文獻的收集 對比出 為什麼有些人在自己口述的時候 他講的東西跟文獻上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這當中不見得說是有誰在刻意說話或作假 但你可以去分析 這樣的一個文本 或是這樣的一個套 它之所以會這樣出現的脈絡是什麼 然後藉這樣的比較 事實上有非常多有趣的東西會浮現 會浮現 我曾經在莆田那個地方做檢野的時候 然後我剛好參與到他們當時宗教團體分裂的一個過程 那個分裂出來的那個頭頭 它就帶著我去見非常多人這樣 然後他帶著我去見一個人之後 他回來之後跟我說了非常多那個人的壞話 就說這個人過去是多麼壞啊 然後他抽菸喝酒啊 又嫖妓啊 那還可以當作一個傳道人啊 就是非常誇張啊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過兩天之後 他突然就偷偷地把我交在旁邊 就跟我講說 欸 那個兩天前我跟你講哪些事 你不要寫進去裡面 然後我們也會從我們的歷史裡面把它 把這一段就是指責那個人就是嫖妓啊 什麼這些事把它刪掉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派 這兩派他們為了要對抗另外更大的派 他們要結合在一起這樣 這樣結合在一起 他就要幫他怎麼樣 把它洗白這樣 所以就會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所以你所看到的壞史 往往是被建構出來 是在特定的權力關係之下建構出來 你所聽到的 你所看到的 報道人告訴你的 他背後也有一個他的想法 他為什麼要告訴你這個 他有某些他的目的存在 那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對比 比較 其實整個社會現實的那個層次 才會浮現得比較清楚 然後我們剛才有曾經講到說 宗教研究者 他本身如果又是信徒 是一個insider的好處 那但是像在社會學裡面很多時候 社會學家會認為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好處 那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社會學的一個偏見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作為一個啟蒙的理性之志 認為說社會學是取代宗教 而成為一種新的詮釋世界的方式 所以當我在台灣或是在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就是在給一些talk的時候 很多時候人家會質疑 會問的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宗教信仰者 你又是一個研究者 那你的報導 你所寫的東西 會不會有bias 那我承認說就是有的時候會有 有的時候確實是會有一些預設 或者是報導上bias 但是通常我們會盡量避免 但是有一些怎麼講 assumption的東西 那就必須要靠別人來指出來 所以有時候做研究者 就必須要謙卑一點 然後讓別人來指出這樣 那另外在社會學研究裡面 我們還會很關心一個 就是分析層次的問題 分析層次的問題 一般在社會學分析主要分成兩大層次 一個就是macro 一個是micro 那macro有時候就是比較強調macro 比較強調社會結構的層次 比如說大的經濟變革 然後政治權力的接續 那這個東西如何影響到宗教圖 他的日常生活 如何影響到他的宗教表現 那這個在中國就非常的明顯 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底下 導致了基督教的一些變遷 很多時候我們會在意 認為說看macro不夠 因為我們認為說人是有能動心 是有agency的 所以儘管結構是有這麼多的限制 儘管結構提供了特定的機會 給某一些有特權的人 但是這些在micro層次的individual 他事實上是有操縱的空間 他事實上是可以在種種的限制底下 找到可以empower他的方式 所以我們同時也會去看macro的東西 macro跟macro它是互相建構 互相互為因果 所以通常一個社會學研究 它有兩個層次都會去看 所以像在我自己的研究裡面 我就是採用的研究方法 比較看到的是micro的東西 就是用參與觀察的方式 你跟信徒直接接觸 然後你問他說你的生命經驗 你的宗教轉變等等 但你很多時候社會學會希望 就是在這種見領的情況底下又可以 見述的情況底下又可以見領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敘事 每一個不同的故事 不同教會它發生的東西 你能夠把它拉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用鳥看的方式看出說 這在從社會結構層面來看 有什麼意義 是什麼樣的政治的轉變 經濟的轉變 或是在文化層面 大家在意的東西的轉變 意義的追尋 導致了我們在圍觀看到這些 個別的行動者出現了行動的差異 那同時也要反過來看到說 雖然有這一些 比如說政治上的限制 但是底層的 人們知道說 中共不喜歡基督教 知道中共不喜歡有外來的境外勢力 介入到基督教的運作當中 但是下面的人還是會去邀請外面的人來 或者還是會盡可能的跟官方保持好的關係 但是當中有很多可以manipulate的地方 所以就是會非常在意的去articulate 這種雙方層次的一個關係 那這幾乎在每一個中教社會學研究裡面都可以看到 分析層次的問題 那像我自己的論文裡面 雖然也是處理當代的中國寧恩基督教 但其實我的分析層次是把它放在第三個 就是現在一般是會選很軟的 比較meso的層次 就是所謂中層的分析層次 所以大家發現說很多時候結構跟行動者之間的距離 事實上是非常遙遠的 那它中間是有一些中介 中介的單位 導致了結構對行動者的影響會有所改變 或者是行動者是透過集結成 集結成某些團體或某些組織 來緩和或者是來借用結構所施加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meso的層次 其實看了很多時候就是openization 或是宗教團體 religious groups 或是interaction 人跟人之間的interaction 這個本身 structure individual 那我其實 其實我最後看的是這個東西 我認為說在當代中國的寧恩基督教的轉變裡面 這個東西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論文主要要討論的問題 我之所以會這樣子特別把這個東西highlight出來 不是因為說這個是唯一的因素 唯一改變它的因素 不是 而是因為在過去的宗教社會學的討論裡面 這個層次往往被顧略 在討論宗教變遷的領域裡面 大部分人看的是extra church 跟intra church 就是教會以外跟教會內的因素如何導致整個宗教的變遷 我這邊所用的教會概念是主要幹的概念 就不是基督教的那個教 而是一個宗教社群 宗教團體的概念 在這個以外 的影響就是environment 就是這整個 比如說 法律條文對宗教的限定的改變 如何影響宗教的變遷 或者是宗教成員的組成 因為移民的風潮 如何改變這整個宗教團體 他要講的教義 他要promote的一些東西 那這是宗教外 那過去很多人會講宗教內的因素如何影響宗教變遷 宗教內最明顯的因素就是代監的差異 就是當一個信徒他第一代改宗者 便把信仰傳到第二代的時候 往往他的社會經濟的status 他的地位會有所改變 會有所提升 受到教育會增加 他原本第一代那種很強烈 別的信仰的那種潛性就會消失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不同 往往就會導致整個宗教團體 特別是當這個第二代變成是領導人的時候 他往往整個宗教走向就會不一樣 那這是非常清楚非常明顯的 那但是我就是要講說 事實上在這兩個因素之外 第三個分析層次 就是這個Nestal Level Inter-Church 教會間的互動 我認為教會間的互動 很大層次決定了宗教變遷的方向跟趨勢 所以我就是觀察包括台灣 尤其是以台灣為首的教會 如何進到沿海地帶 跟這些沿海的寧恩教會互動 然後這些沿海的寧恩教會 變成是一個終界者 他把這些來自於西方 來自於台灣的一些理性化的影響 帶進更內陸的 比如像河南、山西或是重慶 更內陸的這些地方 那這個終界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有透過這個終界者 他可以用在內陸的人 比較能夠接受的方式去轉譯 這一種來自於西方的一種影響 要不然如果是直接是一個西方的 或是台灣的一個傳道人 他如果直接進到河南 直接進到內陸 他要講他那一套東西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被人家認為說 那個東西是非常西方的 是離我們生活經驗非常遙遠的 然後在中國一般的人的觀念裡面 會認為說跟西方連結 尤其是宗教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如果透過沿海這些 跟Globalization接觸比較緊密 然後同時又被稱為是橋鄉 在補建 那他比較能夠了解這種外來的東西 如何能夠把他粉色化 能夠經過一個轉譯之後 然後本身他們又都是中國人 他帶進內陸之後 他能夠接受某一些宗教改革的方式 比如說他民主的制度 不再像過去一樣長老土產 比如說像把一些 spiritual practice 把他離心化 把他這個叫什麼講 routinization 那這個都是透過這種宗教互動的方式 我認為說很快速的改變了 靈魂基督教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我也沒有否認說其他 這兩個因素造成的影響 但是我認為說在過去研究宗教變遷裡面 這個因素常常是被忽略的 這因素常常被忽略的 那像現在我們看到全世界的一些 基督教的一些變化 比如說為什麼會強調成功神學 為什麼會有敬拜讚美等等 很多時候是來自於外來的 某一些教會互動 交流 把這東西傳過來 然後本地的教會 基於某些對全球化的想像 基於某一些對文化的偏好 那可能跟過去的殖民的傳統又有一些關係 所以他會願意接受 他會願意改變 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 就是教會系統 他們去 promote 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非常有效的 改變在第三世界 甚至是在東亞這些基督教會 他們實踐宗教的方式 所以我認為這個interchurch interchurch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就是社會學裡面常常會強調的三個層次 就是一個 microlevel macrolevel 一個microlevel 然後還有最近這個 mesolevel 那我的問題一是既然轉變成是在意這種interchurch interaction 我的研究方法勢必就要挑選 符合這樣子研究議題 研究關注的方法 那所以像我剛才所講的 前面所講的 entronography 事實上是相當不適合 那但是這個其實是 很多在研究當代中國基督教 會喜歡採用的方式 可是你如果要研究 教會之間的互動 這個東西事實上就不適用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採取這個方法 我後來稱我使用的研究方法叫做 周遊式的田野工作 那我就是沒有在一個定點 待非常久的時間 但是我是跟著宗教專家 或者是這一些missionary 跟著他們跑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觀察說這個來自於海外的 台灣的宗教精英如何跟沿海的互動 然後沿海的如何跟內陸的互動 那他們如何去認識對方 所以我的田野工作跑了17個升 就是這個原因 那很多人會因此就批評說 那你這樣子做的又不深入 確實不深入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但問題是我其實也沒有要讓他深入 因為我關心的並不是一個 在地的文化的產線 我並沒有想要去捕捉那個東西 而是我想要捕捉一個外來的傳教士 外來的一個力量 被認為是西方的 被認為是全球化的一個力量 他如何進入當地的社群裡面 然後透過精英之間的互動 而改變他們的時間農教的方式 所以就像我一開始所講的 研究方法沒有絕對的對跟絕對的錯 那很多時候是你自己做研究 只要去想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要混合什麼樣的方法 最能夠捕捉到你想要證明的那個 那個argument的一個evidence 那我用這樣的方法 事實上就會產生一些困難 就是我對於當地的信徒 他們真正如何認識這樣的一個轉變 我其實並不太了解 因為我很多時候 我只能夠跟宗教精英對話 去訪談他們 去觀察他們 怎麼接待外面的人 他們如何去其他的地方 我只能夠看到這個 所以我對當地的communication 的生態 他們如何認識宗教 或是他們的everyday religion 這個層面我其實並不太了解 那所以我在第二階段 我最近回來台灣之後 開始在做的一些根基研究 就會調整我的方法論 我就會開始採用senography 因為我過去用周遊式的方式 所以我比較知道說 比如說廣東這個地方 教會有哪些特色 上海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福建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那我想要針對他們的特定的特色 去發展一個跟宗教社會 也可以對話的研究議題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邊蹲點 我就會長時間在那邊觀察 然後理解真的信主 他們是如何認識這些外來的改革 那個東西如何改變他們 對神聖的想像之類的 所以我的研究方法 後來就做調整 這個大概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些研究 跟這個研究方法的一些對話 可以幫大家都參考 我想我就講到這邊 然後其他時間讓大家發問 好 我們先感謝黃老師 我們接下來就讓大家提問 黃老師講的這些方法 我想很多人都現在正在操作 或者正在運用 跟很多人研究科技都有關係 不管做是不是基督宗教 都有很多人在做參與宗教團體的研究 那我們就先讓大家來提問 那我就先提 好 現在這種學術倫理委員會 在很多學校都廣設 你做這樣的研究 有沒有需要透過學校 學術的委員會 就申請任何 那大家可以做 那如果說有的話 這個有沒有說在這一方面 他們要求的研或鬆程度上不一樣 你比方說做醫學的 那當然就是要研 那我們這一邊的話 像這樣子的 我們很多同學在說 如果是按照你剛剛所講的 三個方法去進行的話 不管是哪一個 出去之後會不會先被要求 說你要經過像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這樣一個過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提到說這個方法 還有這個 因為你到最後提到說 因為你用Metal這個方法去 然後當然這個方法會決定 說你要看的東西 那反過來講 你感興趣的東西 反過來要看說要用什麼方法 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之間似乎大概 並沒有一定 可能是需要看 那現在你在這一班很多的同學 很多學生 他們都時常有一點在兩者之間 好像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會過 所以你會比較著重些哪一種 就是說這個主題 還有就是對主題跟方法上面 你會比較 要給一般人 一個人 像說給他們意見的話 會覺得說應該 比較傾向哪一個 會比較重要 好 第一個關於這個 謝謝蔡老師 第一個關於學術倫理委員會的要求 當時在修博士的過程裡面 確實就是學校有這個東西 必須要提出倫理審查 那現在台灣也漸漸進 所以像今年我提科技部的計畫 他也要求要提倫理審查 那 所以這個東西 我不曉得現在是不是會應用到說 做博士在進行 研究工作所以也要提 我想說這應該是一個趨勢 可能回來也會這樣 那我當時在 因為這個是一個必要的一個行政流程 所以一定要去 那但是在 扶應或者是 滿足這些倫理審查要求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田野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是變化非常多端 而當初這一套學術倫理審查制度的設計 也是根植於美國 他們過去因為發生很多 管偽反能力的事情 尤其是生物科技那一方面的 所以要漸漸去構造出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不見得是適應在其他的 國家的文化脈絡當中 就像我提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他要求說你在做訪談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提供一個 對方知情同意書 讓他簽署 就是說你知道說 對方會訪談你什麼東西 然後你風險要怎麼承擔 然後研究者有什麼相對的義務 之類之類的 那必須要提這個東西 一定要提的 不能夠省的這樣 對 那當時我就提了這樣 那提了之後 我也跟我的指導教授去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在中國的脈絡底下 你在訪談之前 你把這個東西拿給對方 他事實上就會很自然而然認定說 你這個資料是要交給政府的 你這個資料是要交給政府的 那你這個訪談大概也不太需要做 因為他會講你猜得到的一些答案跟想法 所以我後來跟他溝通之後 他也認可 他也知道說 這個事實上是會阻礙整個研究的進行 然後反倒會讓 原本是要確定那個研究倫理會不會遵守 但有可能反倒會妨礙某些 更根本的學術倫理的要求 所以 我取得我指導教授的理解之後 我後來就沒有讓他們去簽這個東西 但是我有口頭告訴他們 就是有一些承諾 我覺得還是可以口頭跟他們說的 就是不要讓他們有疑慮說 這個東西有可能會做不當的使用 或者是有些傷害他們的那個 然後會跟他們講說會匿名處理 就是你不用擔心被identify出來 然後不會告訴宗教的領袖 因為他們有時候講一些東西 可能涉及教會內的一些 他們覺得不好的事情 所以會跟他們講這些東西 但是不會那麼死硬的要求 學術委員會要求的那樣的方式去操作 對那這個我覺得 事實上在社會學界裡面也有一個共識 就是認為說這樣子的一種 比較官僚式的要求 是沒有辦法確保學術倫理的 所以當社會學家如果他真的在做的時候 違反了這種形式上的學術倫理 那社會學會還會再開另外一個倫理審查委員會 去討論說是不是真的違反了我們 專業的學術倫理裡面的價值 而不會說只是讓官僚的這個制度去做這樣自私認定 那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對專業學術的那個 價值的一個堅持 那雖然就是學術行政上 就是大家愈來愈疊床架物這些東西 但是你有時候為了做研究 沒有辦法真的去滿足這樣 那但是這其實也不是一個藉口說 就是完全那個東西都不重要 因為確實有很多研究者 他會取他的資料 他刻意的隱瞞 他刻意的作假或者是操弄 種種的 那這種形式上的東西 是可以防止這個東西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有他的價值 我接續一下 但是實質上在發表這個文章的時候 如果說這個出版的那個單位 會不會非常介意 說你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證明 不然我不曉得你這個結果 也沒有經過那麼嚴謹的程序 會不會有這樣的要求 我到目前我所投的社會學期刊裡面 並沒有這樣的要求 然後我投過一個 它叫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它是專門在討論Esmography的一個期刊 它甚至會有一 它的Edit會要求你說 你去交代說 這一些學術審查制度 帶給你在做田野上面的不方便 對 然後就是你是如何去negotiate 你是如何去堅持一些真正的學術倫理 對 然後這些制度是有幫助你嗎 還是有限制你 它特別在意讓你去討論這個東西 所以我相信在學術界內部 也是對這種東西 開始有一些檢討的聲音 對 那我之前有遇過是 就是要求提供這個證明 但是我是都有做這個學術輪審查 因為是學校要求你一定要做 那現在科技部也是要求你必須要提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呃 我的意見齁 我會覺得說就是 其實還是以研究的主題走在前面 為先 研究的方法 就像我一開始我講 它畢竟只是一個手段 它畢竟只是一個幫助你的一個工具而已 所以最重要的我覺得還是 研究議題的形塑 就是怎麼樣問出一個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能夠在這個學術社群裡面 大家都覺得很好 然後真的有一些學術貢獻的一些具體 所以 研究方法其實 它始終就只是一個工具 但是 那個反覆辨證的過程 是確實在做研究的時候會一直發生的 就是 你 有的時候你 你想到一個你覺得很有趣的問題 然後 你想到另外一個可以對應它的研究方法 但當你真的進到田野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田野裡面發生的事情 遠超過你原本在研究室裡面 看書理解的想像 就像我當初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讀到的文獻可能是十年前的學者 做的 靈恩基督教的情況 可是你進去之後發現不一樣 那你的研究意義就要做個轉換 我當初其實也是想要知道說 靈恩基督教在中國為什麼會發展那麼快 但是我一進去之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田野裡面 它已經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了 靈恩基督教已經漸漸在走向地進化或怎麼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的問題 研究的問題就轉變到這個上面 然後我就發現說 很多外來的人 然後 天海的人會進去裡面互動 所以當我研究問題有一個調整的時候 我研究方法也跟著調整 所以我一開始本來想要挑一個點 在那邊蹲個半年一年這樣子 後來有這樣的調整之後 方法也跟著變 那方法跟著變之後 你觀察到東西會增加 漸漸的你的研究問題會越來越清晰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反覆辯證的過程 那一開始走在前面的還是研究的問題 你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其實也遇過有些人 他就是非常喜歡跟人相處 他就非常藝文化的魅力 很有感受 所以他就是不管怎麼樣 他就想要做民族制 然後他就是先有一個 我要做民族制這樣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比如說 印度很奇妙這樣 我很想去那邊生活個一年 所以我就挑了一個 可以用這個研究方法來做的東西 其實這個情況也是有 但是這樣子做的風險就會很高這樣 就是有時候你不曉得 你到底要觀察什麼東西 然後你真的去做民族制的時候 你會眼花撩亂 什麼東西你都覺得好像應該要抄下來 做填液筆記 那抄下來就是非常凌亂一個混亂的情況 那有可能你在那邊蹲了一年 你還不知道說到底觀察到什麼東西 你只是覺得哇在那邊生活很興奮這樣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你先跟指導教授 討論出了一個具體的研究問題之後 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的彈性 你要知道說這可能不見的是你最後的研究問題 但是你必須要先有一個 你才知道你的眼睛要看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我想要先回應一下那個 然後我想要先回應一下那個 那個離職之後跟團隊沒有聯絡的很密切 但是我只要台大 他是把它變成一個正式的編制單位 在他的那個研究發展中心下面 那他的學術審查 那時候在推的時候是 人設科學我們就已經意識到說 他跟醫學還有生物科技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自己在推動 然後去拜訪老師的時候 我們很強調人設科學他的格式 還有他實踐方式的彈性 所以並不是說你沒有照那個格式走 他就不給你審查通過證明 而是你跟他說明了你不採取書面的方式 你採取口頭的方式 或者是甚至有的時候你用錄音 或是你有見證人的方式 然後你沒有簽名 因為有的人他不願意簽名 他沒有辦法簽名 會造成他的那個心理恐懼 那用這樣的方式去跟審查委員 就是說明通過之後 你一樣可以拿到這個學術倫理審查的認證 那這個在你投稿上面就不會造成困難 而且我們很多審查委員 也都是相關領域的學者 他們絕對比就是 就是可能甚至比研究生還要知道 這個領域上研究的困難跟限制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制度是 就是是在幫助我們不在限制我們 然後要就是可能多跟那個 譬如說 那個研究倫理審查中心的 行政人員聯絡或討論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也是扮演 比較就是嘗試性 就是一種諮商跟協助的角色 我覺得台大的團隊就是在這方面滿不錯的 可以多去就是詢問 那我不知道就是其他團隊現在的發展狀況怎麼樣 但是這的確是一個趨勢 然後我也覺得說 因為我最近也要開始做那個 微信聖教的訪談 所以我覺得老師他今天提的那些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對我還滿有啟發性 因為滿有共鳴的 對然後我自己的兩個問題是 就是我想要請問 黃老師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呃被研究者對研究者的認知這個部分 那不管是insider或是outsider 或是說一個居中者 就是身為一個那個弟兄姊妹 或是身為一個就是外來的研究者 我們我們研究者本身我們要去 其實我們感受得到 他們對我們的認知是什麼樣的態度 那可能有隱藏的部分 也有可能有公開的部分 那我們對這方面我們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因為我們知道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就會影響到我們所獲取的 研究材料跟資訊 那我不曉得老師自己對 就是這部分有沒有什麼處理或行動 就是在研究當中有什麼樣的說明 因為這畢竟也是一種干擾 那我們都是努力在趨近那個reality 可是我們也知道中間有這個限制 所以我想說我想要請老師分享一下 自己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那第二個問題是剛剛提到那個 三角定位式的methodology 那如果說今天我的三個定位點 都是比較偏教內觀點要怎麼辦 包含我使用的文獻 譬如說研究新興宗教 幾乎沒有學者沒有客觀的或是二手文獻 全部都是教內文獻 那我的訪談 我當然也是訪談教內人士 那我的參與調查 我也是觀察他們的教內儀式 那這個定位點怎麼辦 我要怎麼去自處 或是我在我的研究當中我要怎麼去說明 就是以上這樣的問題 我先回答第二個 你研究問題是什麼 我是要做他們宗教裡面的經典跟儀式的研究 對啊 那這樣就沒問題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想三角定位 聽起來好像很炫 然後很客觀 就是但這個東西它事實上 也只是一個幫助你 可以讓你的研究問題 更好被回答的一個方式 對 那 所以你的研究問題 假使 它就是像你剛才所講的 就是關心教內的一些東西的話 那事實上就沒有必要 你特意要選一個研究方法 去蒐集教外的觀點 對 除非你現在關心的是 比如說 外面的人怎麼看這個新興宗教 它的污名 會不會影響教內的人如何 去修正他們的風調觀點 或什麼的 那你可能就會要 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可是問題是沒有 那你現在就是 那你也不一定要三角定位 就是三只是一個好聽的 好聽的 對 那你如果覺得說 用民族誌的方法 或是你只要經典的 文獻的細讀 就足以能夠 做出一個很好的論文 對 那其實就夠了 就論文的品質 事實上 跟研究方法沒有絕對關係 跟研究方法的數量 沒有絕對關係 所以就是 那個研究問題還是很重要 就是 所以 我剛才就會先問說 你研究問題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現在研究者 可以比較有技巧的去 利用這一點 就是說 你如何去 呈現你自己 給這些被研究者 那你自己很有自覺的 有意識的說 你如何呈現會影響 所有的資料 所以 你呈現的方式 就可以跟你 關心的議題 有關係 所以像我剛才自己說 這樣的 我關心的是海外的 這一些 基督徒精英 如何跟研派的互動 所以 我想要把我自己 變成是一個 可被觀察的海外精英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 介紹說 我是走美國 念博士 然後來這邊的一個弟兄 所以我就可以很自然而然 觀察他們怎麼跟我互動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提供一個 額外的 更多的一個資料 去證實我 一些架設跟猜想 對 那如果沒有我的話 事實上我在田野裡面 還不太容易找到 說有 有國外博士學位的人 來這邊 傳教 或跟他們互動 但是因為有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 做一個參考點 對 但是不能夠只有我自己 那這樣人家就說 你就是 自說自話 有時候 會希望會有更多不同的 但是你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妥善利用自己 如何呈現自己 那我有一陣子 我有在想說 我比較想要關心 教內的人情網絡 就是誰跟誰是兄弟 誰跟誰是姻親周禮 這個東西 會不會影響說 你一個外來者 被接納的程度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會刻意講說 我是 某一個台灣的 教會領導高層的表弟 我會這樣講 然後會觀察他的反應 然後他怎麼跟我互動 對 然後他跟我互動 他會提到我那個表格 對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東西 所以 我是覺得被研究者 可以 有意識的 去 改變這個東西 但是 不要常常改變 因為如果常常改變的話 就是 你很難去確定說 到底是哪一個 身分影響了 你看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 這個是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 做這些事情 其實一切只是要 就像你剛才所講的 就是 去趨近那個 我們想要了解的reality 然後是不是 受到什麼樣外在的因素影響 我不會說是干擾 它不見得全然是干擾 而是影響 事實上 沒有任何我們觀察到的東西 是不被影響的 那我們做社會科學的就是 盡可能把那些可能的 影響的東西 把它identify出來 identify出來之後 我們比較好去定位說 我們觀察到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我想要 講一個我自己的 倫理審查的經驗 其實我也是 一開始也遇到 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把那個 被告知的東西 給他們看 會有 他們可能不願意回答 會有擔心的問題 但是後來 倫理審查委員會告訴我 說 你可以用口頭的方式 用 他剛剛 冠龍講的那種方式 所以現在 在這個方面 的確是 可以做變動 所以那一個 審查委員會 一開始我也覺得 蠻關了 後來我覺得 他們的確是一個 諮商的一個對象 他們會告訴你 怎麼樣去 去改變那個方法 也許 這個方式 是不斷的在改變 那 的確台灣也是一個趨勢 現在台灣的期刊 是沒有要求 但是國外期刊 已經有越來越多個要求 你只要做這個東西 才接受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要注意 這個趨勢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 是說 你自己的 研究當中最大的 倫理的困難是什麼 你會遇過什麼 你自己的掙扎的問題 我唯一覺得在做田野的過程當中 這不見得是一個倫理上的 但我自己會覺得比較痛苦 難過的經驗 就是我剛才說提到 就是在福建一代 我當時剛好不小心 涉入了一個 宗教分裂的一個情況 那就變成說 他們會認為我做一個 從台灣來的一個類似權威的角色 我可以去判斷說 他們哪一邊是對的 哪一邊是正統 然後哪一邊是分裂主義者 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一直跑來跟我 跟我講 他們有多好 然後另外一邊有多壞 這樣子 然後 就叫我主持公道 類似這樣子 的情況 然後 我當時是覺得很困擾 因為這並不是我希望了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射入 就看到教會分裂 我其實作為一個教徒 我心裡面還是非常的痛苦 然後 就是參與他們的聚會 就是一個很龐大 就是宗教的集會 那個叫靈恩佈道會 那個講台突然間就變成炮台一樣 就是在台上 大家就是在罵對方 罵另外一邊 然後 底下很多這些農村來的信徒 他其實等一年就是等這麼一次 就是可以讓他充滿靈恩 聽到很多很好道理的機會 可是他來這邊卻接受到這種 類似像是政治 大家最近很看電視也會比較有感受 就是去攻擊對方 然後說對方多不好 但是不講自己的政見 不講自己那個 到底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應該要怎麼行事為人這個事 那時候我也被邀請上台去講到這樣 那我也去講 那當然我就比較想要講一些 我覺得對大家比較幫助的東西這樣 那那個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掙扎的一個地方 然後因為我捲入了這個 這個教會分裂的過程 所以也為我的田野帶來比較多的 怎麼講刺激感嗎 或者是困難度 因為兩邊會去跟公安局同胞說 就是今天好來一個從國外來的人 他要去從事宗教活動這樣 然後就會有公安要來抓我這樣 那當然後來因為公安跟另外這一邊的那個關係也很好 所以他就只是在門口晃一晃他就走了這樣 那但是前一天晚上 其實在吃飯的飯局裡面 就突然間多了一個不認識的人這樣 然後他一來他就問我說 欸你對陳水扁之間有沒有什麼想法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欸你能問我這個幹嘛 那但是我其實也不宜有台灣 因為我在田野裡面 我呈現給大家看到的方式 我通常就穿T恤 短褲、球鞋 因為我希望他們這樣子看到我 就是我是一個大熊 類似是無害的年輕人的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有助於我聽到更多真實的東西 這樣 那他們 確實也因為這樣 就很多話都會跟我講這樣 這樣 但他有一些壞處 壞處就另外 對 那那個 那個人其實他就是公安 他就是要來確定我有沒有態度傾向這樣 所以他就來問我這些東西這樣 但他技巧不是很好 所以一下子就問這個我就覺得 那我就講你需要聽的東西給你聽這樣子 對 那後來那頓吃完之後 他隔天 得到通報 他之所以沒有進來 是因為他早就知道我是誰 然後 我並不是分離主義者啊 什麼什麼 所以他就是晃一下就走了這樣 對 我是覺得 田野裡面各式各樣的事情 儘管是就是非常掙扎的 心裡很痛苦 其實他未來都有可能可以變成你研究的素材 我覺得這就是民族之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以身為度 你是用自己去體會發生的種種事情 所以我最近也打算寫一遍有關於 宗教分裂跟政教關係的文章 我就會談 我在福建那個時候遇到的這些事情 他如何成為我們觀察政教關係的一個著眼點 所以政府其實是希望看到你分裂的 那當你分裂的時候 他會先秀手法官 但是前提是沒有外來勢力的介入 因為外來勢力如果一旦介入的話 那很有可能得利的那一方就是外來勢力介入的那個 然後他因為得到外來勢力的sponsor 他今天掌握那個權利 他有可能就跟那個外來勢力結合得很好 然後不跟三字教會跟政府結合得密切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就會出手 所以我是覺得說 即便是很不愉快的經驗 或是很痛苦的經驗 他們未來都有可能變成你研究的一個素材 甚至有可能變成你論文的一個主題 取代原本關心的東西 這個在人類學界是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他突然間遭遇了一件讓他非常痛苦 他的 他在研究裡面的partner突然間死掉 然後這個東西後來變成他發展傷心人類學 就是致哀的人類學的一個起點 所以 做田園民族誌就是精彩在這邊 就是他有很多不可預測性 但那個不可預測性 有可能變成學術的一個black point 所以在田園裡面就是要敞開心胸去反省這一切 然後去計下這一切 他有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間 變成是你的一天論文 或者是你的一個突破點 你剛在研究的時候提到說你要給你研究的這個教會 或是研究的這個團體什麼樣的印象 那你覺得你認為他們真的是有達到你的效果嗎 還是說他們認知的其實跟你想要給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是的 你有沒有成功 你認為還是說他有其他的印象 他們感受到你的印象其實有其他的部分 但是你沒有 你其實 就是說你想要給他一個國外回來的 這樣的印象 然後博士什麼樣的印象 但是他們其實在感受你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就是那之外的東西 你可以提一下嗎 是 然後這個對你的 就是說這個對你的 研究結果的呈現你覺得有什麼印象嗎 就搞不好人家 他們在看你的時候是一個 以另外一種印象在跟你講話講事情 但是你沒有意識到那個東西 是一個變數 那你認為說你給他的這個印象可以造成那樣 你研究了這樣的結論 就是說因為老師你的剛剛的演講 我感覺起來好像是你把自己這樣做是一個把 大家打到你身上 然後你看那個結果是怎麼樣 但問題是現在如果是 你這個把的預設跟他們真正想要打的東西不一樣的話 這樣就會造成你研究結果的變化嗎 所以想要請教老師這個問題 好 這個問題事實上 我覺得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就是說 你其實永遠沒有辦法能夠明確知道說 對方是不是 他到底是怎麼認識你 因為你不是對方 裝置的那個人 就是這個你要無限後退的話 事實上是 永遠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解答 那這個如果用 就德威很有名的社會學家 Lumen 他的說法來說 就是你觀察永遠是二階的 對 你永遠都有bias 你永遠都有盲點 你觀察出去的那個視角大概就是這樣 那有一部分的東西 包括你自己 你永遠是沒有辦法觀察到的 所以做社會科學研究 其實我們就是要能夠謙虛一點 能夠知道做自己的局限 知道自己的局限說 有可能 你宣稱這樣子 但是沒有達到 你所講的那些東西 那但是 我也會就是去去評量 去評估說 到底我 我宣稱這樣子 我用這種方式 這種image 呈現給對方 對方是怎麼樣接納的 他是不是就是接受了 還是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想法 透過我跟他互動 其實我是覺得 我自己可以做一個評估 那我自己的評估是覺得 他後來確實是這樣接受 所以 他把我當作是一個外來的精英 他有很多跟我互動的方式 受到這個東西的影響 他會特別願意跟我講 他們內部一些問題 希望我呈報給台灣人知道 然後他會特別跟我講一些 他最後還會加一句說 那這個如果寫成英文 讓更多人看到 就會有更多的事情 就是會有這些 indicator 就是告訴我說 我的presentation是成功的 那我可以這樣評估 那你也可以去追問說 那這只不過是你自己的判斷 對啊 那對方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確定的問題 那我們只能夠盡可能去逼近那個reality 就是社會科學其實 從偉國傳統以後 很多時候我們會非常的 嗯 節制啊 就不敢宣稱說 我們真的了解那個reality 但是我們盡可能 在批判的眼光的視角底下 我們盡可能去逼近那個reality 對 做得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誠實 能夠把這些東西都present出來 放在讀者面前 然後讓讀者自己去評估 說 哇 是不是真的像你宣稱這樣 但是讀者可能 因為他沒有跟著我一起到田野 所以他可能也沒有辦法去評估 但是我們就盡可能做到這種 希望能夠 提供足夠的資訊 讓讀者能夠評估 所以這樣的情況 加油 黃老師好 今天的分享非常有收穫 那也非常的貼切 就是 就是產生很多的共鳴 那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剛才一開始講這個 宗教社會學 對於宗教的一個本質的看法 是比較一些反對的 那你本身有這個insider 跟outsider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個 研究方法 這樣子 好 謝謝 嗯 我想喔 就是我之所以選擇這個方法 很大的一部分也跟我這樣的 就是 生命經歷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當初選社會學這個學科的時候 我並沒有意識到說 它背後的這個 對宗教的一個預設 它對宗教特定的一種想像方式 那當時我剛進社會學的時候 宗教社會學 很多的學者 他們事實上就還是擁抱 世俗化的理論 再去做很多他們的研究 做一些修正之類的這樣 那 我就只能夠去學這些東西 可是我知道說 做一個insider 我所看到的東西 不只是這樣 對 然後我閱讀一些國外的文獻 也發現說 有一些更晚進的東西 事實上已經做了很多版型 做了很多轉向 但是 台灣的可能 學者還是比較喜歡 使用那樣子的一個典範 對 那所以我在做我說事論的時候 我就決定做一個 比較是insider的方式 用參與觀察 interview的方式去進行 而不要用survey 對 因為我覺得用survey的話 做出來的 你就無可避免的 必須要跟其他那些用survey的 學者去做對話 然後就是 你可以去老師說 理論裡面 蟲蟲的這樣 對 那所以 後來轉向這種 用entronography 的方式做 我想或許也跟這樣的生命經驗有關係 就是 我希望能夠走出一條 不一樣的 用社會學的觀點 研究宗教的道路這樣 對 那 人類學提供了非常多這樣的一個資源 因為畢竟人類學家比較強調說 我剛才所講的 就是用當地人 用insider的方式去理解 被外界認為是過世的 是封建的 是即將消失的東西 對 那所以 我後來就一直 常用這個 這方面的出發方法這樣 是在 身為學術者 學術研究者 還有所謂的學術的實力 那可是作為一個insider 也就是宗教信仰者 還有宗教信仰者需要考量 那我想要問的是 我們如何去說服一個 被研究的宗教團體來 來接受我們 對他們的研究 嗯 那 想要請問一下 黃老師 因為有時候宗教的團體 它不見 從剛剛老師的論述 好像 換帽子 換得蠻 蠻容易 但是我覺得 就著我自己的宗教背景來做 我覺得好像有些東西 是 untouchable 對 那我怎麼樣去 persuade 這個宗教團體 願意被我研究 那我把 就著一個學術研究者 找我需要做什麼樣的問題 我會覺得很多時候 其實對方 他不願意接受 所謂被研究 這其實是他的權利 我覺得第一點應該要先講 就是我們有時候 學者也不應該太過 怎麼講 傲慢 或者覺得說 學術研究就是 最神聖的使命 就是多了不起 這樣 任何人都應該要被我研究 你們都有被研究的遺物 然後我公開出來就知道 有助於你們的話 這樣這樣 論題審查 我覺得一定程度上也就是 逼著我們去反省這些事 就是我們確實 製造出來的研究 有可能對他們 是有傷害 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 知道說我們自己 學者 雖然我們有 我們好像很利他的使命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做發表 也是為了自己 自立的升等啊 或是畢業啊 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要很坦白的承認 所以既然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 很多程度上是這樣 那我們就要去尊重別人 不接受我們訪問的權利 他會有很多 說不出來的原因 他不想 那我覺得要適時的尊重這樣 那尊重之餘 我覺得很多時候 他們之所以不接受 是因為他們不了解 是因為他們真的不曉得說 學術研究是在做什麼 然後他也不曉得說 你會如何的使用 你這些學術的資料 他會有很多疑慮 那這個時候就是必須要去澄清 去說服 那那個過程 事實上 前提是必須你跟他建立 一定的信任關係 所以為什麼 參與館長過迷住 這麼重要的原因就在 他事先容忍你 有很長那段時間 是沒有任何的具體的研究 收穫成果 但是你實在跟對方建立關係 然後一旦 當你跨過那個門檻之後 很多東西 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 所以但你必須要有那個耐心 去讓對方理解你 知道你這個人怎麼樣 知道你所說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信任你 然後你漸漸的 跟他有更多相處機會的過程 你跟他解釋 就是說 學術研究大概是什麼樣子 你這個東西寫成論文會怎麼樣 甚至也可以承諾 就是說 之後我寫出來會給你看 你什麼意見可以跟我反應 我可以再做修改 或是怎麼樣 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取得他的信任 對 但是當然是不能說法 或不能違反 你就容易 對 所以 很多時候是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去 累積那個信任 然後 對 最終 我研究的經驗是 很多人事實上是非常 很支持 學術研究的 尤其在華人的社會 他會覺得你有些知識的光環 是很怎麼樣的 這樣 所以他會相信你 他會願意相信你 對 那我覺得 相對有點就是 其實做一個學者 責任就很大 跟人家其實 這麼相信你 但是你要如何使用這些資料 很大程度你要尊重 或是去考量更多的面向 你是不是會 對這個團體 當你發表的時候 會不會對這個團體 造成什麼影響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 很大的 好 兩個 別再理想一下 謝謝 黃老師好 今天請您的這個 算明及方法論科 覺得特別的受用 我覺得對我 就是 對我以後的甜意 應該是會有 特別大的幫助 和啟發這樣 然後 我是從大陸過來 然後現在 清大的人類所交流這樣 然後 嗯 我在這邊 就是有 現在有在 做一個 佛教團體的 一個 算是 對禪修群體的 一個研究 然後 最近我有遇到一個問題 也想 請您 就是 看看我該怎麼處理 比較好的 就是 我的一個的reporter 然後 他是 就是 他是在禪修 就算是在一個佛教群體裡面 禪修 但是他是一個基督徒 然後 然後他就 因為我們關係也處得比較好 然後說 那你就是帶我去他們的教會 然後我就去了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可能性格方面 可能會是比較無害的 對 然後 他就 然後就和那個教會裡面 人也相處得很好 嗯 然後他們就說 哎 那就是你也受洗吧 這樣就受洗了 然後 但是 因為他 我覺得當時是他們覺得 我是會 嗯 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在乎我到底有沒有認同他們的教義 所以 你先收洗以後 怎麼能再看再說 然後 所以我覺得好像 如果我去收洗的話 也沒有很大的倫理問題 嗯 所以我也就接受收洗 是 我也想 那我正好看一下這樣的收洗 因為 我之前沒有接觸過基督教的那些東西 嗯 然後 但是 我現在就覺得 因為我是 呃 跟著我的reporter 才到這個基督教會 基督 對 然後 嗯 但是我現在在這個教學裡面 你會覺得 我可能 對他們來說 我是一個insider 但是我內心上是 我沒有insider的感覺 嗯 我反而會 對 就對自己的位置比較迷失了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你的題目還是 在成修完 在成修完 我只是跟著我的reporter 到我這個裡面 因為想去教 全面料理他生活 所以你的問題是說 對 或者研究的對象是那個 對 但是我在 對 但是我在現在那個教會裡面 我就不知道我的位子是什麼 可是他這個教會的 整個的一些 你在裡面的生活 跟你的論文比較沒有關係嗎 還是你也想處理這部分的問題 對 可是我論文可能沒有特別大關係 其實可能會涉及到我的報導人 他的生活 啊 那我覺得你可能就要考量一下 就是 你可以很功利的考量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被當成insider 你可能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 你可能想要切割開 或是怎麼樣的話 對 是不是會影響到 你跟報導人的關係 然後進而影響 你跟那個殘袖端子的關係 對 那就可能對你研究也影響 對 那這個我覺得是比較 所謂公領域 或者是說 論文的層次 business的層次 這樣 但是你個人 我覺得這個是個人的 呃 你如果去面對自己 跟你面對他人 他人那麼信任 然後但你現在就會端子 這個我也覺得 有一個個人的責任 跟一些 道義上 或者什麼的問題 我覺得每個人出的方式不一樣 那我看過有些研究者 處理的 後來就會有很多的爭議 但是這個爭議 就僅限於 大家對個人的譴責 就是不會 蔓延到說 你的學術 就是因為這樣 就可以丟掉 就不能看 會不至於到這樣 但是就會對這個人 產生就是說 你是一個 不道德的研究者 可能就會有這樣的 對 那有的時候 你要面面俱到 你想要說你關係也處得很好 然後 你不想要讓別人討厭你 但是 也有可能因為這樣 會影響到你的研究 對 所以我覺得是你自己 就是要去衡量 利害得失 還有你自己 怎麼面對自己 還有他人 的關係 就是當中其實 會比較複雜 對 但是別人是很難幫你說 做決定 怎麼做一定就OK 這樣子 對 這樣 所以如果當初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 接受這個秀喜 對 就是我會覺得 因為我研究的 對象就是這個 殘教專題 我對基督教的這個東西 事實上我沒有太多的 對 然後 我知道說 基督徒一般對 受洗這個事會 很在意 然後覺得受洗之後 會有某些的權利益物之類的 對 那這個帶來的東西 我可能不想要 對 所以我就不會 對 接受之類的 但是現在已經 做了之後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 去後面 就是如果 看看這個身份 是不是帶給你 真的那麼大的困擾 還是說 它沒有那麼困擾 可以接受 然後維持現狀 繼續到論文做完之類的 然後說不定 在某些時刻 你就覺得 欸 這個性感團體還沒有去的 所以你就 你就會有新的 新的開展之類的 對 但是也有可能 不是這樣 它帶給你越來越多困擾 啊什麼的 那你在完成動文之後 再切割或怎麼樣 對 所以可能你自己 要去評估看看 對 這樣 好 謝謝 老師您好 就是之前的話 我也是在大陸做的 就是兩個 類似於 比較特別的 基督教通教團體研究 那我但是 在做這兩個 就是 方法的話 基本上也就是 參與觀察和深度反彈 這兩種形式 那可是我就是 在做的過程當中 一直有一個困惑就是說 對 我覺得這個團體很特別 它很有趣 可是我沒有辦法確定一個 就是相當於是可能 一個論點這樣 就我不知道我該論什麼 所以就感覺 最後做到後來就感覺 就是好像是 我只是作為一個描述者 作為一個旁觀者 嗯 然後去反映了它的一個現狀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做它 就是 我們講目的是什麼 就是 找到這樣的論點 對 不讓老師在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建議 好 這個我想也回到 我們一開始 就是 蔡老師提到的那個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呃 我們畢竟 做 不管做參與觀察 或是做民主事研究 我們並不是 記者 記者 他單純就是做報導文學 他可能就是 呈現一個團體 他的樣貌出來 我們做研究 通常有一個 我們講 問題意識 就是你想要去觀察什麼 要了解什麼 那個東西其實 就是你的一個眼鏡 戴著那樣的眼鏡 進到這個世界裡面 去看說 能夠回答那個問題的一些 對 那當然這個眼鏡就常會換 或是修正 那 我想你之所以會遇到這樣的困擾 很有可能是因為 比如說你原本 你原本的訓練 可能 呃 所 呃 讀到的一些東西 他可能沒有直接跟你觀察到的現象 有什麼很明顯的連結 我想就是這為什麼是 比如說一些宗教所 或是像社會所一樣 在大一 在朔一 或是博一的時候 通常會開一些基礎分成 比如說社會學理論 或宗教學理論 各種曲經 然後各個經典之類的 好 讀這些東西就是要給大家知道說 在這個宗教學研究的傳統 或是社會學研究的傳統裡面 曾經有哪些很聰明的人 很棒的人 大師 他們觀察到什麼很有趣的現象 什麼樣的機制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是你的一個概念工具 它在你的周遭 你不一定每一個問題都要去追尋 但它就是變成是你的一個裝備在身上 那你可以用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你之後做田野的時候 你可能進到這個很有特色的團體 你突然間觀察到 他上對下宗教領袖 跟他的群眾講話的方式很有趣 你就突然間想到 你好像讀過韋婆的 Karisma的一個觀念 但是他這個好像跟韋婆做想像 又不太一樣 我是不是可以跟這個理念 做個對話或做條件 那我就 這個東西就覺得 這個好像很有趣 所以我就觀察這個東西 觀察特別多 甚至我覺得在這個團體裡面 觀察這個還不夠 做個比較研究 另外一個團體 它是不是在這方面的不一樣 那漸漸漸漸就是 來回就是好像講那個辯證的過程 你的論文的那個概念也好 你觀察到的 收集到的資料也會越來越豐富 這兩個就同時 漸漸漸漸的一個成長這樣 那如果是去那邊 看了很久 收集到很多資料 但是不曉得這麼分析 很有可能就是必須要 退回到研究室來 而不只是一直在田野裡面 對 退回到研究室來讀東西 讀看看到底 在這個宗教學的傳統裡面 或是紀錄教研究傳統裡面 到底什麼是大家關心的議題 很經典的東西 大家的眼鏡到底是什麼 然後 然後 重新裝備好之後 再進去田野 對 那這樣可能比較知道說 到底 要看什麼 要討論什麼這樣 然後寫出來的東西 才比較不會只是一個 類似像是一個記者 在報導 一個宗教團體 那就不是一個宣俗作品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其實已經超過了 我們今天再次感謝 黃老師 以及宗教學 給我們這麼多的指導 謝謝他們 謝謝 總是如果有要問問題 或者是未來跟黃老師有聯繫 可以再跟老師設計一下交流